那人道里面 也有人的阿修罗 也有人 也有人鬼 人中的恶鬼也有 生病了 喉咙吞不下去了 是个人 不能吃东西 天天想吃饿着 吃不进去 这不是人中的恶鬼吗 是人生 是个恶鬼 是人生 这个 脚开始沉重了 黑了 这就开始下地狱了 这人中的地狱 这是六道在人间 都可以展现的 你们去医院 看看那就是人间的地狱 都在那受罪了 腿没了 这个肠子烂了 这是什么 这不都是地狱吗 那人中还有畜生道呢 为什么 没有良心的一群人 像畜生一样的 狼文化 狼文化就是 专门吃小羊 专门吃小动物 就是拿他们的生命 来保自己的毒 现在的一些 什么金庸大鳄 现在的一些 这种 这个 随便割 小骨银 韭菜的这么一群人 以这些人 悲惨的 不能活下去 把财富 变成自己的财富 这是什么人 所以是 叫畜生 人中的畜生 叫猪狗不如 狼心狗肥 所以是 我们人道 看似大家都长个人的身体 实际六道就在人间 有的人 不用劳动 就天天享福 这是天人之福 天人是想吃什么 就来什么 不用干活的 有的人很有福气 很有财富 但是 称恨的不了 天天吵架 见谁都吵架 见谁都干账 这是人中阿修罗 你一会儿阴 一会儿阳 这是人 人里面有阴阳 二神 两种神 在你的躯壳里住着 一半阴一半阳的 这是人 这个阳衰 阴圣的为畜生 恶多善少 这是畜生 狼心狗肥 表面是个人 实际上满肚子都是 一些毒害 坑害 蒙人 害人的心肠 这就是人间畜生 人间恶鬼 刚才说了 吃不下东西 饿死了 想吃东西 吃不了 但人间恶鬼 那么还有人间地狱 就是 给你一会儿 身上热的受不了 一会儿人身上 又寒的受不了 这是人间的什么 人间地狱啊 上刀山 下冰窟吧 对不对 然后剁了你的脚 砍了你的手 烂了肠子 烂了五脏六腑 这不都是地狱里叫 掏心的地狱 断肠的地狱 这是人间地狱 你不相信六道吗 这不是都在人间 给你演一遍吗 用一个人的身体 给你演了一遍吗 那扩充出去 六道就真实的存在 欢迎点赞 留言 分享 弘扬正法 广结善缘 功德无量